大家好 欢迎收看汽车咖啡馆 在这一期的节目中呢 我们将会和大家聊一下这个汽车界的网红 他掌管的公司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汽车公司 他就是Toyota的社长 Akio Toyota 丰田张南 你看到他姓Toyota 你就知道了他是丰田家的太子爷 他其实是丰田的创办人丰田喜伊朗的孙子 在2009年他被任命为社长 然后一直担任社长到现在 在这里不得不说的是 这个丰田张南一上了就遇到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也就是Toyota的踏板门事件 在这起事件中 Toyota必须在全球召回900万辆的汽车 作为社长的丰田张南 处理这件事情的动作是非常迅速的 因为亡羊补牢加上他放低身段的道歉 所以踏板门事件对于Toyota的冲击比一期的小很多 这些都是丰田张南的功劳 再来呢 丰田张南本人他其实也是一个 实力不错的业余赛车手 因为他自己喜欢赛车的关系 所以他希望Toyota的车款可以有更多运动化的严肃 例如Lexus的首款炒跑LFA 就是他在2000年时候提出的概念 而整个LFA的开发周期其实是非常长 而且也面临了一些问题 例如工程师在纽柏林赛道测试LFA的原型车的时候 他们发现采用铝合金的架构 LFA的车身重量没有办法降低 可是如果采用碳纤维的话 这辆车的成本会很高 这个难题呢 让Toyota的高层非常的头痛 还有一点是当时的Toyota并没有制造碳纤维的技术 如果从零开始的话 这个LFA的开发成本一定会更高 当时Toyota的高层其实并不愿意这么做 只有丰田张男一直在背后支持整个开发团队 最后公司才同意使用碳纤维来取代铝合金 就是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到Lexus的第一款超宝面试 除了赛车运动之外呢 Toyota也开始在一般的民用车款上面发力 例如他们开发出了TNGA平台 如果你试驾过TNGA平台的车款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 TNGA的操控表现比起以前的Toyota 进步了不止一点点 而且Toyota也重新回到了开发新人车的行列 例如Yaris GR4 还有Supra 尤其是Yaris GR4 它只是采用1.6的涡轮增压引擎 就挤压出272PS的马力 这样的数据 这样的表现在之前的Toyota车款 是前所未见的 进入2000年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Toyota的车款是很boring啦 很安哥车啦 很没有个性啦 因此作为赛车手的丰田张男呢 他并不容许Toyota继续这样下去 因此在他上任之后 他开始大力的发展这个运动车款还有赛车运动 例如他成立了Toyota Gardu Racing 还有重返WRC赛事 在2018年我们可以看到Toyota的Gardu Racing车队在这个WRC赛事里面 拿到了车队冠军 这个车队冠军也是Toyota在1999年之后首作WRC的车队冠军 另外呢在2019年 WRC车队也拿到了WRC的车手冠军 最后就是2018年的之后 Toyota终于拿到了利曼24小时耐力赛的冠军 而Toyota也是去MASDAGO后 第二家拿到利曼赛车冠军的这个日本车厂 另外 丰田张男除了是一个赛车手之外呢 他做生意也是相当的有一套 Toyota集团在他接手之后呢 销量节节攀升 更是曾经成为全世界销量第一的汽车集团 虽然这几年出给了FW 但是他的利润呢 还是比FW高很多 而且年年销量破千万 重点是如果你只是看品牌的销量的话 Toyota到目前为止还是世界销量第一的品牌 还有为什么我会说丰田张男是网红 那个是因为他在镜头前面的曝光率很高 除了新车的发表会之外呢 他还时常会帮Toyota的新车打广告 另外他也是Toyota WRC车队的主席 所以我们可以时常看到他 加这个Toyota的全新车款或者是WRC的赛车出来亮相 甚至之前他还在Lexus的一个宣传影片中亲自出镜 不少网民还称赞 这个Toyota的老总演技好像还不错哦 丰田张男可以说是近代汽车界一个很独特的人物 他不只是很有魅力 他也很有能力 所以在他的带领下呢 Toyota的车越来越好 如果你是新一代的Toyota车主 你应该会惊讶Toyota车款的进步 尤其是在操控表现这一块 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 那么你千万不要怀疑 因为这些都是丰田张男的功劳 以上就是这一期汽车咖啡馆的全部内容 接下来的节目呢 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更多 就是车厂老总的故事 或者是品牌的历史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 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的汽车咖啡馆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